谢少庄主 文文姑娘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如霜 便会替她属身 娶她回家 谢北敏 你混蛋 如霜 如霜 文文比你漂亮 比你温柔 比你能歌善舞 你除了百农药材 你还会什么 你嫌弃我 我们飞云山庄 不可能找一个山村野丫头 当少庄主夫人 我义父也不会同意她 那她呢 她一个青龙女子 就配得上你们飞云山庄吗 她最身在青龙 出于你而不忍 脉衣不脉身冰清玉洁 我就是喜欢这种 好 谢少庄主 文文姑娘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如霜 你把这个手救到你了 呢 我不是太可爱了 我不是太可爱了 去哪里 我还是太可爱了 我不会 我不是太可爱了 苏姐姐 谢明明不要我了 她说过她只喜欢我了 她说过她 她说过她要带我行家仗义 闯到江湖 她还说过要跟我做一对这些倦吕 可是她为什么就嫌弃我了 苏姐姐 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喜欢那种漂亮又好看的女孩 是不是没有人会喜欢我这种野丫头 怎么会呢 你不是野丫头 再说 谢兄也不是其他人呢 那她刚才说 如霜 你好好想想 一个对你一见钟情 天天想着你 一心只为你 愿意为你去死的男人 她怎么会突然爱上别的人呢 她的衣服上明明已经有文文的唇枝了 她们肯定已经有肌肤知青了 我的日子 我问你 假如说 你去店里买东西 你会特意告诉老板 你叫什么吗 你叫什么吗 不会 我再问你 如果你喜欢上别人 你会把他带回家里 等謝兄來向你行事問罪嗎? 也不會 謝玉銘一定會把他殺了的 你的意思是 他在騙我 那 那他為什麼這麼做? 我也只是猜測 這個 就得你自己去問他了